怎样去通过一个Dock进行安装 来看一下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是把它安装在另外一台主机上面 这是我们这台安装的220的174 175 把字体稍微调大一点 然后的话我们首先是去安装一个Dock Dock的话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国内的景象 我们安装个阿里云的 先安装一个景象源 和Dock的一个景象源 我们来安装一下 Dock-C 这个的话可能会稍微两分钟我们这里先暂停一下 看到然后我们Dock现在的话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们去启动一下 然后开设置 再看一下我们Dock状态 这个Dock 看到我们Dock已经运行起来 现在的话我们去运行一下 Dock上面这条命令的话也是可以的 然后的话就是一个后台运行 然后指定一个端口 运行一个端口 运行一个端口 然后使用一个景象 然后我们下面的这一条呢 就是多使用了一个N的一条 就是说 那个映射它一个配置文件 我们直接使用下面的一个 好 我们运行之前呢 我们先把它的配置文件 然后给它提供一下 配置文件的话 我们刚才在174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 在DN的下面进行安装过 安装的时候呢 嗯 我们有默认的一个配置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默认的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把它那个 嗯 把它复制过去 把它拷贝过去 拷贝到192.168.20.175上面 拷贝到整幕录下面 现在已经拷过去了 我们看一下 嗯 看到已经拷贝过来了 后来拷贝之后 我们去 用的运行一下 然后 Doc V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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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写到容器里面的一个目录 用到容器里面的目录启动的时候 它是加载了这个配置文件 然后的话我们使用哪一个镜像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已经运行了 因为我这个这个这个的话呢 因为之前我提前把它那个镜像拉了一遍 这样的话我也要节约大家的时间 要没有拉过的话 可能会需要那个消耗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PS-A 你看到然后现在的话 那个是9090端孔 映射到容器里面的9090端孔 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是175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也已经运行起来了 然后在Docker上面进行安装 Docker进行安装的话呢 我们还要讲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说 它也可以进行动态 然后更新配置的 而我们这里面 然后Docker里面的话呢 因为没办法去加这个参数的 所以说你有可能是自行这条命令 没办法进行动态的配置加载 比如说你去修改完配置之后 才有可能 你要重新去生效 这时候呢 你可能需要 直接参数 然后去动态加载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容器里面的 因为那个要是在 另一个的下面进行安装的话呢 你需要这个 启动的时候加这个参数 然后你才可以去使用 使用这条命令去远程 然后去动态加载 然后容器的话应该是 我们来看一下容器的可不可以 嗯 路库DNS 哦 这里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 IP地址 这里 然后呢 我们是1175 大家看到这里写什么 我们这个API是没有开启 所以说我们的一个 在我们一个Docker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没办法去 然后加这个参数 因为他这个 别人这个容器是别人写实的 除非是那个你进去进行修改 然后进行二次封装 然后的话 我那个 而我们这个在另一个下面进行安装的话呢 我们启动的时候呢 就只需要加上这一项参数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命令 进行动态配置进行加载 还有一个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说 不需要这么麻烦 我们直接可以使用那个Q命令 然后也可以那个 执行一个动态加载 我们来试一下 但是的话 你这个容器里面 你那个同样是没办法去执行 这个 这条命令 所以说那个 我们是直接 在我们这条命令下面去看一下 在我们那个 这条命令下面安装的 看一下 然后 我们上一次启动的命令 perminers 大家那个假如实在的参数不知道是怎么使用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perminers-herp 看一下 也可以它的一些参数 都可以看到的 除了这些参数的话 我们都是那个 不过多的去详解 config file file 然后的话我们 etc perminers 嗯 我们正常启动的话是直接是 那个 这样启动的 我们把它先放到后台来 咱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 eux-perm p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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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到 然后我们这个已经启动了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是 174上面 我们看一下 174上面 是不是现在已经正常了 现在的话我们把它去 这个监控的不是lookhouse的吗 我们把它改成那个 IP地址 然后我们就改动一下 改动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etc 因为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呢 你可能那个 配置文件能够来回 进行不同的变动 所以说这时候呢 你不想那个来回去 重启我们那个 premiere式呢 然后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嗯 把它改成 使用IP地址 20.174 其实还是它自己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它还是正在运行 嗯 并且它的一个 进程号9107 9107 进程号是没有变 但是的话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 现在这里这是并没有起效果 是不是 所以说那个 我们这时候呢 就使用这样 那个queue命令 我们来试一下 queue-help 然后指定台的一个进程号9107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程号 大家看到它进程号还是9107 指明是 那个我们这个 它没有 它并没有说是那个重新启动 它是一个 那个热加载 大家看到 然后的话 我那个我们再去 我们看一下 看到是不是它的那个 呃 配置文件已经变掉了 已经变回来了 所以说这时候呢 那个我们都可以 使用下面的一条方法 你假如说不想使用这下面一条方法的话 你就是 启动的时候把这个 呃 参数加上去 使用这一条命令 也是同样可以达到同样的配置 同样的效果 好 那个关于Docker的一个安装 和一个我们补充的一个说明的话呢 哎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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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